冰冻赛事总是让人热血喷张 期待奥运 好 来看的是 四岁的小孩能够做什么 全世界每年有 1100万吨的塑胶垃圾进入大海 80%来自陆地 那么超过1000条大大小小的河川 就这么样流进去 当然还有在海边活动流下来的 瓶瓶罐罐垃圾 巴西污染最严重的海湾 有一堆妇女呢 对于减少塑胶垃圾有使命感 年仅四岁的小孩子 带着儿童挖镜 天天下海淨滩捡垃圾 这里有超过400种特种生物 还有大概1000万人 仰赖海湾的渔获为生 这个四岁的淨滩小孩子 带给人很大的感动 一篇在《科学进展》期刊 发表的新研究指出 塑胶垃圾经由河川 进入海洋的规模 比过去学界的认知 还要庞大得多 满地的塑胶瓶罐 已经遮住底下的土壤 在2017年学者归纳 90%的塑胶垃圾污染 经由世界大型河川 像是尼罗河 亚马逊河 长江等10到20条河流 循环入海 但经过更广泛的数据分析后 发现事实上 是全球大大小小 超过1000条河 将80%的塑胶垃圾 从陆地带入海洋 除了地表水循环的塑胶垃圾污染 还有人类在滨海地区 遗留下来的各式废塑胶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 每年加总有1100万吨 无法分解的塑胶 进入大海 如水球般 只会越滚越大 越急越多 而在巴西 有一位小小年纪的环保斗士 就立志要守护海洋 带着粉红色的蛙镜 还需要浮板和大人抱着下水 看起来跟一般细水的儿童 没有两样 小女孩妮娜目标明确 要让里约热内卢 污染严重的刮纳巴拉湾 脱离塞满塑胶的悲惨命运 看似清澈的海水 底下却飘着塑胶碎片 塑胶带 被压扁的容器等等 妮娜和爸爸虽然只有两个人 却是合作无间的机动小组 视线内的塑胶 通通都要捡起来 为什么你塑到裂 因为我可以塑到裂 因为我可以塑到裂 在刮纳巴拉湾区域 有多达400种独特的鸟类 鱼类 爬虫类和哺乳类 它们可能因为物食垃圾 塑胶为例中毒 或是遭到网子与吸管 手套等垃圾陷阱困住而死亡 除了无辜的生物 在刮纳巴拉湾 还有多达1000万的居民 仰赖这片海域 所产出的鱼货维持生计 妮娜的父亲在2017年 曾制作一部 关于这里海水污染的影片 而在宝贝女儿出生后 更得到启发 成立环保组织 对抗污染危机 从父爱衍生到对大自然 和未来世代的关怀 为了实践环保 也帮助妮娜达成淨叹的理想 事前可是进行了 扎实的水中生存训练 或许只凭妇女两 能搜集的垃圾有限 甚至吃力不讨好 但是环保人士 希望透过他们的例子 能启发更多人 透过人见人爱的小小孩 或许能够打破成人冷漠的心房 愿意付诸行动 让他们生活的地区 国家 以至于地球村 更环保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